烏克蘭面臨的形勢是什麼 而臺灣面臨的形勢又有什麼波位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昨天烏克蘭 他有一個銀行被害的新聞 然後有沒有注意到 中國想要打臺灣這個新聞 這兩件事情是可以連結在一起的 為什麼 你看 當俄羅斯去出兵烏克蘭的時候 他有沒有在出兵之前 先做網路攻擊 先做輿論攻擊 先做他出兵的大義正當性的攻擊 他說這個是烏克蘭 是俄羅斯不可分裂的一部分 他說烏克蘭在北越東擴下 會影響俄羅斯的國安危機 做了這些事情 做了這些動作之後 他們才真的去做實體的攻擊 如果俄羅斯跟中國的企圖是一樣的 那麼中國在出兵臺灣之前 是不是一樣會利用一個好的時機 來做這些攻擊 比如說臺灣的社會動盪 比如說我們不斷的停電施火 我們的這個航空出不去 我們的疫情擴散 我們的投票遭到作票 這些都是混合戰異變中心 可能設定的 設定可能發生的混亂現象 我沒有跟大家開玩笑 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北約的混合戰異變中心 他做的是一個 有一個大型的小島遭到混合戰的封鎖之後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應對這件事情 他那個小島當時很多人就猜測說會不會是在講臺灣 因為我們面對中國的滲透也非常嚴重 我們面對中國的情報戰是其他國家總和的三倍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有可能發生這個滲透戰的混合戰的地方 那如果俄羅斯出兵之前要先搞這 要先做新戰的部分 那中國可不可以利用這次俄羅斯正在攻打烏克蘭的時候 來影響臺灣 應該是有可能 如果我是習近平 這是最好的時機 利用國際的新聞 國際的情勢 來影響臺灣的民心 然後製造我出兵臺灣的理由 我不能說中國跟俄羅斯一定有預謀 但如果我是中國 這的確就是幾十年來最好的時機 利用戰爭 利用恐慌 讓一個大概四五十年沒有經過戰爭的國家 民主的國家 年輕一輩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殘酷跟戰火 造成他們的恐慌 讓大家避戰投降主義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可是你看 臺灣現在有沒有出現銀行瘋狂擠兌 股市跳水 大家都現金換黃金 然後排隊等這個坐飛機要趕快逃難 沒有 我們沒有恐慌 我們不但沒有恐慌 我們警覺心還特別高 我們還懷疑說會不會有內鬼 懷疑是不是敵後工作 懷疑是不是滲透戰了一環 臺灣的國安在這一次的這個 中國發動的過程 你可以感覺到 我們其實是非常堅韌的 另外一個層次 如果他 他一定要先布現安排 包含我可能會在一些相關的資訊系統埋炸彈 我可能會在臺灣 所謂這幾天討論第五動作 第七重隊敵後工作人員 我可能在情報上 可能有一些買好的種子 隨時要引爆 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在這幾天引爆 臺灣沒有恐慌 表示失敗 第二個 他覺得現在不適合引爆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打烏克蘭下場十分淒慘 所以他把這些工具留著以後再用 不管是哪一個選項都證明 中國現在沒有出兵臺灣的理由 他有動作是失敗 他沒動作 因為他覺得不會成功 所以兩個方向來看 中國對臺灣出兵的理由 被俄羅斯出兵烏克蘭這件事情 嚇到吃熟熟 簡單講 俄羅斯跟中國 如果不是老白的兒子 自己也三個三個講 怎麼樣都是大小關係 共產黨政權建立某種程度 他就是依賴這個俄羅斯的 他不可能背叛俄羅斯 所以他只能演戲 演演說 我可能投票 我表示中立棄權 然後我其實沒有幫他的忙 一方面要維護烏克蘭領土的完整性 一方面又向俄羅斯提供軍火 這種兩面手法 蝙蝠國家 所以我們就覺得 中國講什麼聽聽就好 可是烏克蘭跟臺灣這次的 包含我們從情報戰的角度去看 包含從外交關係去看 包含整個 我那天跟一個朋友在聊 他說跟一個中國的網友在聊 說你們不是說一點都不能少海森威 我記得是兩三年前的事情 海森威算誰的 他說中華民國幹的 中華民國就浪掉了 這一次的烏克蘭的事情是說什麼 當他發生打起來的時候 你是到底 坦白講 俄羅斯烏克蘭剛開打 烏克蘭也不會覺得自己會打贏 也不覺得要反攻俄羅斯 要什麼統一全這個北亞 可是怎麼樣 他就選擇很堅強很頑強的抵抗 到現在全世界都為他聲援 到今天有三個總理去到首都拜訪 而另外一個方面 當時中華民國遇到日本侵略的時候 他是覺得我也覺得打不贏 我地還比他大 我人還比他多 我也覺得打不贏 所以我們的課本叫以空間換取時間 就一直退 一直退的結果 其實如果沒有美國來救 中國可能就不見了 當時的中華民國 所以給台灣上的一課是什麼 整軍備戰 這個強化決心 然後重視情報滲透的心防 最後不要把我們當小白兔 人家如果把我們當小白兔 要欺負的時候 他踩下去 至少我們是一隻鋼鐵刺蝟 要讓他腳扭到受傷 以後不敢走 中國今天看到俄羅斯 一拳打向烏克蘭 手歐千 他如果要一腳踹過來 我們要讓他腳斷掉 做這樣的一個比喻 當柏惟看到了三國的總理 紛紛前往基輔 那沒有看到臺灣所面臨的形勢 包括俄羅斯的國安單位 這個情報裡頭 他來看最新的一個發展 事實上臺灣到底面臨到什麼 這是基輔市長宣布實施宵禁 我們都知道這個這個基輔市長 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頭 那他的曝光都是顯示 俄軍步步逼近 那俄羅斯的軍隊 未來四八小時 說要持續要猛攻烏克蘭首都基輔 這兩天進入非常關鍵性的時刻 剛剛余北辰將軍也說 三十五小時已經非常關鍵了 這個基輔市長突然間宣布 就是從昨天晚上的八點鐘開始 要實施三十五小時的宵禁 外界預估俄羅斯軍隊可能準備強力進攻基輔 因為過去四十八小時 俄羅斯軍隊加大對基輔的轟炸力道 而且都是鎖定住宅區來進行轟炸 CNN在前線當中 他們分析所看到的是俄羅斯此舉 其實是要恫嚇老百姓 對子倫斯基繼續在施壓 所以這個市長你看到可利契科 他說這個就是俄羅斯對於平民所發動戰爭的模樣 他們的嘴臉 整個建築物通通被摧毀了 基礎建設根本全面被摧毀 而城市也看到連城市裡頭的巴士 都被火箭所擊中 生命在消失當中 這個就是俄羅斯所發動的一個戰爭 這個市長親自到街頭 那麼還自拍 帶著外界所看到基輔現在的一個慘況 尤其在當地的時間 就是在昨天的時候 他們看到有一棟民宅 慘遭到俄羅斯的轟炸 整棟外牆幾乎燒到一片焦黑 彷彿變成廢墟一樣 民眾東拆西拆整理善口 還是不忘插上了一面小小的國旗 展現烏克蘭人絕對不會屈服的決心 好我們看到 那如果臺灣所面臨同樣的狀況的話 臺灣可以挺多久 身為在野黨 你們的角色會是什麼呢 我要帶觀眾朋友看的是 今天的立法院 由庭妃幫我們做解析 因為立法院今天召開這個委員會 本來要審查輸入日本服飾的相關法案 但是國民黨在會議還沒有開始之前 他們集結抗議 要求先公聽再審查 還包括了不少的國民黨立法委員 直接包圍了為佛副部長陳時中的座位 將他包圍提出意見 這裡頭包括了鄭立文 他提到 疫情都死了八百多人了 當場讓陳時中 動怒拍桌回嗆 我們因為疫情死了八百多個人 都不用負責了 更何況吃了這個東西 那未來你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去證明所謂的 一個因果的關係 明明談的是扶食議題 國民黨立委鄭立文 卻再提疫情死亡數 當場惹怒陳時中 看筆數字囉 到台上去了 每次八百多個人 死的就是死的不夠多了 沒有 你在講什麼啦 你在消費什麼死者 你在消費什麼死者啊 你到底要跟其他的國家 你在消費什麼死者 我沒有跟其他的國家比較嗎 你在消費什麼死者 你一個所有的一個 你們才是不得動死者 你們才是不得動死者 我說你用這樣一個不死的指控 是不夠別的 陳時中氣到拍桌起身理論 但曾立文接續再扯疫苗 他們只是因為疫苗死的嗎 他們是因為疫苗死的 他們是因為疫苗死的 不要砍脫 你砍脫還當砍脫 這砍脫 雙方吵到臉紅脖子粗 陳時中頓時眼眶泛紅 還流下眼淚 因為你在流淚 沒有啦 沒有流淚 就是每一條我們都有仔細的 不會說因為是反對黨提出來的 那我們就不在乎不在意 接連牽扯疫情疫苗 炮火對準陳時中 曾立文這舉動被批評是消費死者 博媒體聲亮的政治操作 好 觀眾朋友 從上週五 蔣萬安跟行政黨蘇貞昌 來來回回之間的對嗆 包括今天的場面 哇 國民黨真的是令人大開眼界的 來 廷菲怎麼看 我想國民黨如果真的要針對事情討論 我們覺得都非常樂意 但是不能用這所謂的胡亂栽贓的方式 今天其實我們很罕見看到陳時中部長 這麼的生氣 整個氣到臉紅脖子粗 那整個口罩幾乎都是 就是撐到真的是快掉下來了 那我們當時候其實在現場我們都嚇一跳 怎麼會曾立文用一個說 疫情死了八百人 我們還在開放服食 這兩者怎麼類比 其實為什麼今天陳時中部長 會那麼那麼的生氣 疫情我們是全世界的模範生 我們用了多少的力量 我們到目前我們都希望 希望能夠是這個清零的一個狀態 都還是往這個方向 就是希望臺灣要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尤其別人在整個疫情控制不了 可是臺灣在整個集中的一個狀態 我們依然控制疫情 依然成為各國的模範 為什麼陳時中部長說 看看世界 想想臺灣 這是全世界我們看到整個疫情的散布 整個疫情總共有多少人死亡 六百多個人死亡 六百零六萬四千零三十個人死亡 佔了百分之一點三二 這是全球的死亡率 臺灣兩千三百萬的人民 我們八百個人死亡 我們是非常非常不捨 這八百個人死亡 我們是非常不捨 可是因為在整個疫情的 這個擴散 我們已經把它控制到 最低最低的狀況 可是居然今天 國民黨的立委 把它拿出來縮嘴 你用一個死亡的 疫情死亡的 這樣的一個人數拿來縮嘴 你是不是在整個家屬的 這個傷口上撒鹽 那你今天又用這個來比喻福食 完全不能類比 福食我們是希望在整個 食品安全的一個保衛當中 能夠保障人民的安全 又可以讓我們所有的 這個經濟的成長 經濟的擴展 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成果 這叫雙營 CPTPP我們如果能夠進入的話 我們讓我們的未來 有一個好的經濟成長 然後如果我們又能夠控制到 所謂的用三營的方式 把所有的食品安全 控制到最好 那台灣不是能夠走向 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嗎 我們今天看到 蔣萬安上個禮拜 都在談蔣萬安蔣萬安 我必須說我當立委當了十幾年 我這個是第四屆了 其實我當過在野黨 在野黨到現在是執政黨 當然整個議事的過程 議事的程序 你講萬安自己本身 你要作為最清楚 你講的事情 是不是有被徹底的回答 甚至你在當下 你的回答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自己很清楚 你不是說事後 好像你自己被欺負的小朋友 國民黨為了要保護一個黨保 然後全面的要求由院長 要來處理議事規則 說真的 我們的議事規則 沒有說什麼叫反質詢 沒有說什麼叫不能反質詢 而是你今天 你如果你是一個 稱職的立法委員 你非常清楚 你要要求行政院院長 跟你回答什麼事 如果行政院院長 回答的不是你要的 甚至你認為已經押過你 你也可以要求 主席要立刻來做處理 這是你的權利 而不是你事後 好像被欺負的小朋友一樣 然後回去國民黨討拍 然後國民黨又出來跟你說 如果以後 沒有尊重我們的立委的話 我們就要禁止 甚至要拒絕質詢 這是怎麼一回事 而且當天 不是只有講萬安一個人質詢 還有好幾個欄尾 那為什麼其他的欄尾 那麼有發生同樣的事情 只有在講萬安 所以是不是你講萬安 你也是在 尋求你要的東西 因為你發現 在台北市的選舉當中 你越來越弱勢 好 我們歡迎 全球防衛雜誌總編輯 以政經文加入我們討論 來 金文兄 晚安 晚安 剛剛廷飛帶我們看 這是台灣的最新的形勢 我請教是Eric 以現在俄羅斯要面臨什麼 普廷要面臨什麼 烏克蘭要面臨什麼 以及台灣究竟面臨什麼 我剛剛特別提到的是說 在這個大環境裡頭 外交動作頻頻 如果中國的確是選邊站的 那緊接著在今天 我們又看到 子倫斯基他對美國視訊演說了 會不會牽動到拜登 緊接著下週的歐洲訪問 包括在24號即將要登場的 北約的高峰會 那北約的高峰會 會不會形成新的一個政策 其實台灣在這一場 俄乌戰事當中 儘管沒有最前線 但是台灣感受非常非常深刻 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才會想說 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中國選邊站的 的確我已經不要郵報 琵琶半遮面 我就明著幹了 我就的確軍援你俄羅斯的 這個時候 他如果真的明確的選邊站 對台灣好還是不好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台灣長期的面對中國的威脅 甚至分化 這都是一個事實 在這個狀況底下 如果你剛剛看到 不管在威皇委員會 或者是在上週這個議場裡頭 大家看到的是 對國民黨會有一點點憂心 大家真的在這個關鍵性時刻 可以同心一役共同保衛台灣嗎 還是真的會被大家擔心 這裡頭有沒有所謂的第五縱隊呢 那Eric你怎麼看 我覺得第一個這個在台灣來說 對於一個我們國家來說 不管是在外交或者是在地緣 這個安全上是不分藍綠或是不分任何黨派的 我認為國民黨作為一個在野黨 這個這一點的認知是一定是非常的這個確認的 就如同我們剛才這邊的討論 這個我相信國民黨內現在也開始有去討論 我們的不管是這個我們的後備軍人的制度 或者是我們這個徵兵的制度是不是要補強 所以這個對於我們國家的一個整體的一個團結是有幫助的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回到該主持人的問題 對於不管是美中之間 中俄之間 或是兩岸之間的一個 這個這一次烏二戰爭的一個改變 或者一些影響 他其實是一個現實主義跟地緣政治復甦的一個強權的一個板塊的重組 所以對於中國來說 他要去思考 他要站在自由民主的這一邊 還是站在獨裁的這個鐵幕的窗下 因為很多人對於這個中國大陸的發展 尤其是這個美國從一九七九年後一直想一直希望能夠讓中國銜接到這個 世界的這個舞台上 然後因此讓他自由化 民主化 所以我相信很多這個中國的人民或許並不是這麼瞭解 就是好像認為說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這個厭惡是來自於族群 那這個是完全的錯誤 這是一個生活模式 這是一個民主自由的一個選擇 所以這一次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他要不要選擇站在自由民主的這一邊 那現在看到中國事實上是有點在搖擺的 是有點在搖擺 那中國的態度會直接影響到烏俄戰爭之間 就其實是烏克蘭被這個侵略之間的結局 我們看到可能有三種結局 一種結局就是大家看到了正義的獲勝 就是說俄軍被這個驅逐 然後烏克蘭人民回復他們自己的自由 這是一種 第二種就是說陷入一個僵局 陷入僵局就是說俄軍遲遲攻不下 然後烏克蘭人民他持續的保衛他們的國家 然後這戰爭持續的打 那或者說俄國在那邊扶持一個政權 但是他並沒有得到俄國人民的 烏克蘭人民的支持 最後一種方式就是這個戰爭 我剛才講的強權板塊的重組 北約的軍隊直接進入到烏克蘭 然後跟俄軍直接交戰 那在這三種巡視裡面 第三種對於臺灣的影響 是非常的深遠的 因為對於臺灣來說 我們就要去研判 我們國家安全的形勢 到底是什麼 世界的形勢是什麼 有沒有中國 有沒有一些這個所謂的一些人 一直在講的這個東升西降的問題 或者是說東升西降 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因為東東跟西之間 本來就不應該有這樣子的一個 權力上的一個衝突 因為大家事實上是可以活在一個 民主社會 自由社會 大家共好 這是當年美國去中國 去讓他加入到WTO 一個最大的一個希望 我們臺灣當年也很多人 抱持這樣子的態度 到中國大陸去做生意 只是這幾年大家都發現說 好像當初的很多設定是錯誤的 這是針對習近平個人 那時事到底跟誰站在一起 正義到底是哪一邊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 已經是非常清楚了 所以在美中之間的角力上 中國就要去思考 這不是所謂的美中 或東西的一個對決 這是俄羅斯去侵略其他國家 西方國家花了多少年 去得到教訓說 做一個侵略者到最後一定會受到教訓的時候 你要不要讓這樣的歷史去重演嗎 那最後就是強權之間的相處 必須要有很好的智慧 不管是中俄之間或美中之間 那臺灣我們作為一個比較小的一個國家 我們在這個戰略思考上 我們怎麼樣能夠 第一個 人住自住 我們自己有防衛的決心 加強我們防衛的能力 然後在西方國家或中國之間 我們做一個很好的調聽者 就如同當初西方國家希望中國在俄羅斯 跟烏克蘭中間扮演的角色 所以大家對於中國到目前為止 還是有一些期待 那希望他們在這個俄中之間 他不要做出一個錯誤的選擇 首先我回應 Eric一下補充一點點 玉勳剛才說的 我大部分都同意了 但不同意的地方 我說一下 第一點 北京不會站在 民主國家那一邊 中國永遠只站在習近平的 權力的自我中心的角度思考 所以我一開始說 在俄烏之間 或是在美中關係之間 永遠都是做權力的盤算 第二個是什麼 國民黨到底有沒有像玉君這麼說 說都幫臺灣的前途著想 我個人比較遺憾 Eric有 但我看看吳思淮 我看看鄭麗文 看看陳以信 可以因為 把外交國安委員會讓給吳思淮 我覺得這些人基本上 盤算的不是臺灣的整體利益 盤算的是什麼 我不好說 第三個 在最後要說的地方是 中俄之間是魔鬼的交易 就好像二三 那好 提到吳思淮 那你怎麼看看蔣萬安呢 剛剛製作人特別揉出 上個禮拜五 其實我們本來要好好討論 蔣萬安在上個禮拜五 為什麼 因為這怪了 上個禮拜五之前 還沒有發生這麼平反的停電 不過 因為蔣萬安在立法院當中 就拼命質詢蘇貞昌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這是在311上禮拜五的質詢 那那天我知道晚上 這個桃園國際機場 又再度又跳電了 他說國民黨2008到2016執政 都沒有發生大停電 民進黨執政之後 六年發生四次大停電 人民要看到政府的承諾 我們願意給政府一千多議員 去改善這個電網 但是要看到政府要敢承擔 政府願不願意去承諾呢 願不願意去承諾呢 然後他當然說蘇貞昌 你敢不敢去承諾 以後不會再停電 我是覺得很奇怪啦 你要一個隔魁 或者是一個總統 我怎麼去承諾 以後不會再停電 2012我們昨天曾經看到 台電曾經公佈一個新聞稿 當時停電次數是多少 兩萬一千多嘛 那到現在到去年 已經下降了百分之六十 剩下九千多 現在告訴你 有人去偷撿這個電線來 有小鳥因為飛過啦 因為松鼠啦 去咬啦 都可能會發生 那我是說 他要做一個台北市長 他現在告訴蘇貞昌 你有敢不敢承諾 你有沒有這個肩膀 蘇貞昌告訴你呢 我當然有這個肩膀 可是這怎麼承諾呢 來你看到一個什麼樣的 國民黨的台北市長候選 來 玉莊 如果按照講完同樣的邏輯 我會問他說 如果你當上台北市長 你敢不敢承諾台北市 永遠不會爆發任何公安事件 你不可能做出這樣的承諾嘛 我們最多是說 把所有的公安的危險 跟風險降到最低嘛 請問經濟部或是台電 這幾年來 有沒有努力去做這個方向 危機或是突發事件 是不可遇的嘛 更何況還有人為因素 那為什麼蔣萬安要這麼做呢 還有曾立文今天為什麼質詢呢 就是因為蔣萬安的選情告急嘛 曾立文今天修理陳時衷 就是違畏就造嘛 希望能夠借著打蔣的陳時衷 能夠去拉台蔣萬安的聲勢嗎 但究竟我們要拉台到 究竟是不是豬隊友 或是越幫越忙 我覺得啦 台北市民是有他自己的智慧判斷的 好 真的有擔當嗎 我們在現場應該都當過兵嘛 對不對 除了我跟廷飛之外 那蔣萬安那你有Guts嗎 我看到報導說沒有當兵 蔣萬安自己說是因為 是尖椎盤突出是不是 當兵的過程當中 你們一開始應該會檢查 做檢查嘛 你們當兵的時候 博威有檢查這個所謂的尖椎盤突出 有檢查這項嗎 有照X光啦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特別 檢查特定的項目 來 這個 所以沒有特別檢查項目 對 他就是身高體重 除非是升級 X光 但是他照完之後 比如說你哪裡不舒服 他會特別跟你講 我沒有追尖盤突出 他沒有跟我講 這個我有經驗 因為我沒有當兵 我沒有當兵 是因為我十六歲的時候 打橄欖球 就昏倒在球場上 那後來醫生幫我檢查出說 我有心膊過速症 就是我心跳跳比人家快 那我為什麼有的經驗 因為我去體檢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查出來這一項 所以我自己提供說 我過去有這個證明 他們才幫我查這一項 然後去三種做兩次檢驗 他才幫我驗退的 所以你看沒有檢驗 應該是很難去檢查 所以一定要主動提供嘛 來這樣的一個沒有當兵的理由 那你怎麼看 小燕姐 我覺得關鍵是態度 蔣萬安他有沒有當兵 其實我本來不在乎 可是前一陣子 國民黨是怎麼面對 有一些因為身體 沒有去服兵一非國民黨籍的政治人物 你看林昌左 林昌左他過去這陣子 在外交國防委員會的表現 還是說他過去在國際上 為台灣所有的發聲 他不愛國嗎 但是過去因為烏二戰爭 大家對於烏二的態勢 發表一些評論 大家知道林昌左 遭受到什麼霸凌嗎 他的臉書下面的留言 被很多國民黨現任黨公職 還有國民黨 講白不是支持者 還有網軍 下面所有的留言就是留言說 你沒當兵你憑什麼講這個 那我一樣問題問 那蔣萬安你一樣沒當兵 你一樣可以對國家政策有建議 所以我要求的就是不要雙標 蔣萬安你講說你腰椎肩板 突出改幅補充兵 我尊重 我不會因為這一件事情去認為說 你未來有一天發生戰事 你就不會站上前線 可是請你們國民黨不要用這樣子的標準 你不這樣子去講蔣萬安 去這樣去講其他的人 我剛才講林非凡 他們是怎麼去霸凌林非凡的 說林非凡因為服替代役 所以有一天發生戰爭 你就不會上戰場 這種邏輯是錯亂的 如果你這樣子講林非凡 這樣講林昌左 請你用一樣的標準要求蔣萬安 我最後要講一個 蔣萬安他這幾天跟蘇貞昌的交鋒 我過去在台中當過新聞局長 我最深刻感受到就是 國民黨很多的民意代表 他認為在議會的殿堂 民意代表就是可以羞辱政務官 跟政務官他沒有把那個質詢 當成是一個攻防 我們知道我們讀國外的民主的那種攻防 不管是英國 美國 那種國會殿堂的辯論 是非常精彩的 有來有往 我以前在台中的經驗就深刻感受到 只要國會議員質詢的東西 我們當政務官的 回應的 早上我自己覺得回應的滿漂亮的 然後直接把對方的資料打臉 對方就見小燈收起來 說左岸廷態度不佳 我們預算拒審 一模一樣的情形 在中央 在地方都這樣發生 我覺得還是一件事 民主政治最後是這樣 社會有公論 如果認為說蘇貞昌院長 他的態度不佳 我覺得民意也會對他有所反彈 可是今天這態度為什麼 民意是一面倒的 認為說國民黨你們這樣沒道理 那就是因為 你在上面沒有那個正常的交鋒 你全部都是有立法委員的職權 去講你院長就要閉嘴 你部長就要讓我罵 就是我以前在台中當政務官經驗也是如此 我覺得還是回到一個 國會殿堂就是有來有往 然後那是一個擂台 那是一個戰場 你用你的質詢說服選民 那政務官或院長 部長 用他的內容然後來攻防 那社會智慧有公斷 是誰對誰錯 好 卓冠廷講一個非常關鍵性 就是所謂的不要有雙重標準 在0303新拿電廠的開關事故的時候 當時發現一個工程師的書師 他們要求經濟部長王美花下台 記得喔 那我最近看到什麼 因為在前些日子我看到雙北市長 一直在批判譴責中央的防疫不利 那我也看到在這個北捷所發生這個失速的一個墊伏梯 看到畫面我都覺得天吶 這是發生在台灣 墊伏梯不是要往上嗎 它竟然往下 多嚇人了 還好沒有發生比較重大的一個事故 但是三四天你總該交代吧 到底是為什麼 這樣的維修都是double check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個事情 那我的意思說不要有雙重標準 接下鏡頭我要給陳柏惟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為什麼讓陳時中會拍桌去對罵 他們開始提到了 哎呀防疫都死了八百人 你還想開放日本的福島食品進口啊 這是出自於國民黨的立法委 這到底的邏輯是什麼 你們認為台灣的疫情防疫非常糟糕 防疫不利 那中國的疫情呢 那柏惟 廣州一個博覽會一次一個人確診之後 出現什麼封閉驚人場面 來陳柏惟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台灣加油 這個新台灣3Q看中國 是最少沒有這個台灣 但是因為其實台灣對中國非常了解 尤其是很多台商和台灣朋友 去中國越有頂頂 知道他們的生活條件 生活習慣跟他們的衛生習慣 其實跟台灣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一個例 香港和上海比較近的比例 和地數的失望 說經連香港比中國比較害 這個時候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但是香港是比較文明的國家 也是比較增加的國家 所以我們就想說 如果照這個比例來看 中國那邊的消息 第一 消息沒有正確 第二 人命沒得知 第三 蘇利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 我們對著中國的疫情 只能用聽的 用太多用藥的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是有一些外面必須要給大家報告 首先在公主的普蘭會 這是一個五萬人的庁 各位 第一 我們剛才說到 衛生條件的文化是關上 我們就不知道 那個水洋有防護力 疫苗不知道是不是食鹽水 這個時候有五萬人 卡在一個地方 坦白說 別說叫我開門票 開錢買門票進去 你給我錢給我門票 我就不敢進去 但是他們現在已經 回合到這種生活水準的時候 我們就很開心說 萬不利裡面有一個 有兩個 有五個 比較進去的時候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整個國家三次會發生什麼變化 這個時候我們再看到上海 上海一間國小的平衡 十四個平衡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跟大家說 今天沒辦法 要求學生的困難 裡面 那如果在台灣 我告訴你 今天名字的家長就像雞頭 但是上海不是這樣做的 上海不只 讓大家困難裡面而已 又怎麼樣 老師自己外帶便當 去送東西給他們 不要給他們出來 這個時候就有學生的問說 現在方先生 是不是因為有整個關係 家長就煩惱說 這裡面就說 大家都丟掉了 如果有的有丟 有的沒丟 怎麼可以分開 我們不是上海嗎 我們不是中國 上海的文明的聲音嗎 但是不好意思 這叫做 這不是陰陽分隔 這叫做陰陽混隔 不知道有沒有 沒有全補 關一關做會 另外看到上海高通大學 高通大學理論上是一個國家 對中國來說 是一個很進步 很先進的這個地方 但是也一樣 他說今天開始 我們要封聲 封衣封學校 就大家都沒出力 大家沒出力以外 附近的民眾說 學生的聲音 學生的討論 你現在把所有人都 關在我們學校裡面 是要跟我協議 不是只有學校跟學生而已 他旁邊的社區 也有說 其他公務五樓 大了 不是我們家的公務五樓 那算上海的公務 大好好的 公務行政官員 請你不要說 不好意思 這個廚 我現在開始 要用來做隔離 所以我要補充一件事 剛才看到國民黨的立委 在立法院 咆哮陳時中部長 我有各位報告 不要說我們過得好還是不好 也不用說中國壞 我們就一定很爽 但問題是 中國的疫情 台灣的疫情也好 希望人數也好 今天立法院裡面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他在說什麼 他在說 我們因為開放 因為前前疫情 已經到800 所以我們後面 不能開放日本的食品 實際上美國也開放 他目前因為疫情99萬人 包括巴西 包括印度 這些開放的國家 都是幾十萬人 來離開世界 他們的政府官員 說有人用這條來接順過 你記一個例就好了 我完全不得理 你要說疫情也好 要說中國也好 要說為好保護也好 這到底是向日本的食品 有什麼關係 我們今天在說這些事情 不是說上好上賣 但是如果要比較 台灣真的不比較壞 尤其是在9年 我們在做港島的時候 美國的地方 比台灣比較少 我們有可能 不小心人參與 怕人買不對 這個條件是有可能符合的 日本的食品 你說的做營養的母餐 坦白說 如果對一間學校買 我就想要把我們兒子送過 所以如果在討論事情 沒辦法用俗信來討論 那跟我們第一次節目在說的 你中國用假情報 來影響台灣的民意 有什麼不同 所以我要拜託 中國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不要再用假情報 用紛亂的東西 來制作台灣的民心謠言 這都不是真的的行為 好 感謝這個博委 不過看起來應該不是謠言 那我請教汪老師 應該不是謠言吧 香港 美國 只要有中概股的地方 天啊 股市都跌好慘 對 最近一段時間 怎麼會是這樣子 為什麼 這裡面有好多重原因 疊合在一起 那最近一段時間 包括美國上市的中概股 包括香港 然後再包括中國的A股 各個不同的比例 大概跌了20%到50% 那這個裡面 當然疫情升溫是有關係的 中國香港 特別是香港和廣東 包括上海 包括吉林 中國實際上遍地開花 疫情的這個重大升溫 這個當然對經濟的衝擊很大 因為中國政府要實行清零政策 所以整個只要疫情一升級 你就像深圳那個地方 整個封城 一千多萬人封城七天 那像富士康 生產線都停下來 這個當然是有影響的 那第二一個呢 中國前一段時間 不是不斷的推出 各種各樣的政策 來打壓互聯網的產業發展 搞這種共同富裕 搞反壟斷 搞各種各樣的監管的嚴查 所以也造成民營企業的恐慌 那第三一個當然 這個中國跟美國 在於中概股在美國上市的 這個審計問題上 有極大的爭議 那這個問題造成很多中概股 有可能變臨被下市的風險 所以這些股票也是暴跌 那再加上 當然整個這個 中國整個經濟的狀況 遠遠比政府公布出來的數據要差 特別是去年我們討論了很多的 關於房地產的危機 關於中國整個經濟的放緩 關於整個中國債務 整個企業的債務的高漲 再包括金融整個資金的流動性的緊縮 所以你把這麼多的問題疊加在一起的話 就一下子造成了整個市場的暴跌 然後這兩天又不斷地冒出說 中國要援助這個俄羅斯 這個中國 然後美國給中國警告你 如果膽敢援助俄羅斯的話 我美國也要制裁你中國的企業 所以大家都很慌張了 所以這個整個這個信心崩盤 那當然今天中午的時候 這個劉鶴代表習近平出來來穩定市場 開了一個國務院的金融工作會議的 這個緊急會議 向市場放話叫大家不要緊張 說大家這個政府還是要堅持改革開放 堅持發展資本市場 然後說這個各個政府部門 還是要推出這個挺 有對市場發展有效的這個措施 不要這個緊縮的措施 盡量少推出 大家要謹慎 所以他這個放話 本來這個市場這兩天已經跌得很慘了 被他這麼一放話 市場有一個技術反彈 今天這個股市 包括香港和上海的股市都反彈了很多 但是這個是在這個過去這一個月 已經跌了非常嚴重的狀況下面的一個技術反彈 那總體來說說明這個中國政府 包括習大大包括劉鶴 他們看到股市這麼嚴重的反應 他們有點怕到了 你覺得習近平真的如俄羅斯的機密文件所講的 今年秋天接管台灣嗎 這個新聞不知道你怎麼看的 汪老師 我這個歷史上在1950年的秋天 毛澤東本來是要接管台灣的 但是因為俄羅斯的斯大林 同意讓金正日這個從北朝鮮進攻南朝鮮 所以發生了寒戰 所以台灣被救了70年 那現在這個本來今年秋天 習近平又要進攻台灣了 現在俄羅斯一攪局 這個事情可能又沒了 所以這個每次中國要進攻台灣 俄羅斯就來攪局 所以搞著這個共產黨的計劃趕不上形勢 我總體來看這一次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有這麼三個長遠的影響 第一不管這場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要持續多久 這個西方國家 美國 北約 歐盟 還有世界上的民主自由國家 大家團結在一起 幫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 一定會造成俄羅斯的政治經濟軍事 各個方面的這個一蹶不振大錯 所以我想這個戰爭的結局 不管是多快結束 俄羅斯一定會淪為世界上的一個二流國家 它長遠來說 不再對歐洲造成長遠的軍事的影響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認為這個美國把他的這個戰略重心 從歐洲搬到亞洲 在亞洲建立一個亞洲版 印太版的北約 這個是可以看得見的趨勢 那這個全世界都會提高 對於整個台灣海峽的安全問題的重視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當然這次烏克蘭人民抵抗蘇聯的一個 給台灣人民最重要的啟示 就是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馬 你知道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 維巴赫說中國如果你敢動武台灣的話 對台灣動武的話將會催生太平洋版的北約 什麼叫太平洋版的北約 在印太戰略當中 國家之間 這國家之間不是很單純的 只是一個軍售而已喔 我們一直說中國如果你真的趕軍援 已經是幾乎要已經 我們說已經窮途末入 可能有人說剩下十天會結束 十四天你也打不下去 如果你還提供軍售某一種程度去支持俄羅斯的話 那這個戰事會呈現什麼影響 那問題是對台灣好還是不好呢 我們知道長期來你侵略台灣 共軍最近又在小喔 長期去分化台灣 這個時候問題來了 誰甘心在台灣人為所謂的協力者 誰甘心在台灣變成個第五縱對 這的確是台灣嚴肅要面對的事實 但是卓冠廷 烏克蘭最近做一個動作了 抓內奸 來 卓冠廷 小清姐 俄國此時拿不下烏克蘭 但是最近他們發現 另外一場戰役正在進行中 那就是一場由特務跟滲透 正在進行戰爭 讓人家覺得現在二屋之戰 好像回到美蘇冷戰之期 特務的戰爭正在發生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畫面是什麼 是烏克蘭的國家安全局的發言人 他召開一個線上記者會 他對外公布了什麼呢 他公布了20個特工 俄國滲透在烏克蘭的特工喔 跟60個幫助俄國人 在這邊滲透的內奸 在這個正式的公布出來 而且他也公布了相關的畫面喔 我們看到左邊這條馬路上面 有一個綠色的十字架 結果大家一開始不知道是什麼 後來被烏克蘭相關 國家安全單位發現 這個是一個女生 一個少女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右邊 打著馬賽克這個女生 他在道路上畫上這個十字架的標誌 就是為俄軍在領路 他告訴俄軍要怎麼走 你才可以有正確的進攻方向 然後呢 後來他被俄軍的國安攤位抓到之後 他坦承 他有收俄軍的前半事 還不只這樣子喔 我們看很多的賣國賊 我剛才提到了一天之內 他們國安單位對外就公布 有六十個內奸 二十個特工 這個畫面是什麼 是路由器 是Wi-Fi的連接器 因為我們都知道 俄軍進到烏克蘭之後 他的補給線並沒有很順利 所以他急需要很多通訊系統 要跟俄國做聯繫 這是什麼 這是被發現說 他們有一個駭客 一天之內透過這些系統 撥打了一千多通電話 所以這樣子滲透在烏克蘭境內的駭客 他提供了俄軍跟他本來的母國 連接的一個管道 這樣子的情形 也被烏克蘭給查到 也被他公開出來 而我們剛才講到的特務 除了滲透以外 很重要在俄國過去長久以來做的事情 就是進行暗殺 我們在電影看到的特務暗殺 絕對不是電影 而是現實世界在發生當中 我們看最左邊這個畫面 左邊這個畫面 因為他真的有點殘忍 所以我們特別把他打了馬賽克 他是車程精銳的特種部隊 卡德羅維特小隊 他在烏克蘭境內 我們發現了之後 烏克蘭把他擊殺的畫面 所以這個現場 是一台他的裝甲武裝車 特種部隊被擊殺的畫面 那他們來到了烏克蘭在做什麼 我們看到中間這個畫面 是配備最先進的AK-12 我們可能觀眾朋友有聽過AK-4G 不一定聽過AK-12 AK-12是俄國最新型的機關槍 在2012年開發完之後 2018配備到俄軍身上 可是俄軍並不是所有人都配備 他優先配備在特種部隊 跟他最精銳的部隊 那你看右邊這個是榴彈槍 而這個車程的特種部隊 過去被發現 從2月26日開始 刺殺哲倫斯基失敗 小君姐你知道嗎 他不是只刺殺一次 他目前根據所有相關的資訊 至少這樣子的特種部隊 刺殺超過10次哲倫斯基 好險哲倫斯基靠著歐美提供的情資 以及他們自己的抵禦 躲過了一節 10節啦 10次的事實上都沒有成功 但是目前西方也慢慢的 把很多資訊都進一步揭露 除了哲倫斯基以外 目前有兩個人 是俄軍現在鎖定 想要擊殺的對象 一個就是我們的基輔的市長 另外一個是他弟弟 兩個過去都是世界權王 為什麼這兩位會被鎖定 第一個 因為俄軍急著想要拿下基輔 第二個 這兩位世界權王 現在他們到處利用他們的社群平台 利用當地的媒體告訴大家 鼓舞大家的軍心 所以俄軍現在想 也有利用他們的特種部隊 進行暗殺的任務 把這兩位市長兄弟 擊掌他們擊殺 過去俄軍真的 很多令人髮指的一個行為 並不是這一兩天的事情 我們看到這是烏克蘭前總統 就在十幾年前發生的事情 他叫遊聲科 有沒有看到這很恐怖的畫面 左邊跟右邊就是同一個人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改變 在2004年7月的時候 當時遊聲科他掌握到一個情資 他當時是烏克蘭總統 因為他親歐親美 他接到一個情資 他們想要在總統連任大選之前 俄國想要把他刺殺 不讓他連任總統 結果兩個月過後 在2004年9月之前 完全沒任何事情 但是在2004年9月 在一場餐會 吃完餐了之後 遊聲科他突然發現 全身五臟喊痛巨痛 倒在了地上 後來被帶去醫院之後 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身上檢測出來 他的身上有大量 二耳因中毒的個案 二耳因是什麼 二耳因就是戴奧辛 當時檢測出來 他身上的戴奧辛是一般人的1000倍 最後動了12次的手術 他的臉才慢慢回復原貌 我們看到他的臉 整個是嚴重的受損受傷 跟他本來的狀況是很不一樣 後來豪先撿回一命 所以俄軍利用特務 去刺殺烏克蘭的人士 甚至總統 這是有往歷的 而且這是活生生顯靈靈的例子 雖然最後這個遊聲科總統 他撿回一命 可是身體的狀況 跟以前比差非常的多 最後我要講 就是這個畫面 是福斯新聞在烏克蘭 後來發現我們前陣子 有第一名外國的媒體朋友 不幸而在這邊過世 那進一步 現在又有越來越多的外國的記者 而且是被有系統的擊殺 我們看到左邊這個畫面 這個是福斯記者的搭檔 那當時他們是三個人為一個小組 右邊這位小姐 他是烏克蘭本地的記者 那他們當時為福斯 正在採訪基輔附近的 當時的一個難民 以及當地的一個狀況 沒想到在公路行走的時候 直接被飛彈 整台汽車就被炸爆了 那後來最左邊這位記者 他已經不幸的身亡 那右邊這位 很年輕的一個記者 當時也是在幫福斯電視台工作 烏克蘭本地的24歲 很年輕的小姐也已經身亡 那右邊這位男生 有從外國進來的這位 福斯的記者 他後來保住了一命 這就是現在在烏克蘭的狀況 那最後我要總結一下 目前我們發現 俄國軍隊對於烏克蘭 我們之前講的無差別攻擊 現在是上升到了針對國外記者的攻擊 而這樣的事情是引起了歐美各國的憤怒 因為烏克蘭他們藉由這些國外記者 把真實的戰地情形帶給了國際 讓國際人士包括我們台灣 包括很多美國歐洲在內 我們對他們進行聲援 但現在俄國似乎想要斬斷這樣的資訊網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記者開始展開了無差別式的攻擊 好 非常謝謝卓冠廷 到底為什麼鎖定老百姓 鎖定的外籍記者 接下來這個全球防衛雜誌總編輯 鄭敬文都知道身為一個媒體 為了傳回第一手消息 為了把即時的一個戰況 傳回給全世界 怎麼會在乎自己的生命呢 這個就是新聞從業人員的一個本質 但是你看到俄羅斯現在普廷的一個狀況 是非常非常的離譜的 鎖定老百姓之外呢 勾不下來 對於這些高官首長 甚至是總統 我乾脆就來個暗殺 來 我請教是鄭敬文 如果以這個基辅市長他走上街頭 而且宣布進入宵禁35小時 非常非常關鍵 未來情勢可能怎麼演變 因為外交的一個穿梭互動 的確是頻頻在我們節目播出同時呢 鄭敬斯基又在美國國會 既加拿大國會跟英國 包括在歐盟之後 又再度發表演說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的國家都要邀請他 為了情勢可能怎麼演變呢 我們從基辅這個宵禁時間 延長這個到35個小時 其實就是代表這個基辅周邊的戰事 那這幾天會急劇擴大 尤其是這幾天已經發現 基辅周邊的這種炮轟 轟擊 這種相互交火的整個狀況 那急劇上升 那總體來講 我們根據目前的整個烏克蘭形勢 它可以分為這個北 中 南 西 四個方向 在北 那持續給予施壓 步步進逼 那東 勢機進行夾擊 在南 那俄軍進行一個殘食 那近期已經打下了這個赫松 還有馬力波也有人翻這個馬力波 那根據我們的更多的訊息了解到 這是俄軍的遠程轟炸機 實施遠程巡弋飛彈機精準打擊 造成的破壞 那其實俄國也放話 它會持續對烏克蘭西部 施以高強度的打擊 攻擊的重點目標 包括北約軍援的各種物資 還有外國志願者集中的地區 但現在大家比較憂心的就是 這個整個烏克蘭戰局 這個外溢效應 那似乎是越來越明顯 尤其是過去 折倫斯基不斷的要求 歐洲各國和美國 你北約能在我烏克蘭 畫一個進行區 來阻擋俄羅斯 目前在整個烏克蘭的空中優勢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空中優勢 讓烏軍的整個調動 或有勝力量遭受無差別的打擊 這個對他佔據未來的 整個調動兵力非常的不利 那這次這個折倫斯基在美國國會 又發表演說 我想這個成立進飛區 絕對是他重點要求的這個議題 那俄羅斯再度上升一名少將是怎麼回事 我們看從這個地理版圖當中 注意到三個國家造訪了基佛 跟烏克蘭總統面對面 就是波蘭捷克跟斯洛維尼亞 這是一個最新的情勢 三國國家的總理毫無畏懼 就這樣子進入的戰地 這樣的一個動作這樣的訊息 傳達出的是什麼 代表了又是什麼 而俄羅斯此時又喪失一名少將 來鄭紀文 其實俄軍的高階將領頻頻被殺 這個代表其實烏克蘭方面的情資 還是比較順暢 那大家大膽的認為 北約在這個部分提供了很精確 及時的訊息 讓他在戰場上 能夠獵殺這些俄軍的高級將領 我們知道這些高級將領的折損 對於俄軍 他在實際野戰或攻防裡面 其實群龍無首的狀況 會讓他的攻勢難以為繼 當然近期在整個烏克蘭再居 中國因素也是被納入出來 特別是前幾天這個羅馬會議 但這個羅馬會議 其實提出了幾點 第一個 美國警告中國相關的援助 那我認為其實過去以來 中國我不敢說 他有援助武器裝備 但一些基本的可能像藥品 像一些軍用口糧 這種糧食 糧草 或者部分的武器 比如說這個炮兵用的炮彈 單兵用的這個子彈等等 由於俄軍和烏軍 不是 俄軍和解放軍 他在很多裝備其實是通用的 因此這些都是中國可以軍援 或者援助俄羅斯這些物質 而且他不像大型的武器裝備 這些援助的物質 其實外界比較不容易發現 因此在這個部分 我認為中國是很有可能進行一個援助 來 難民的問題真的出現人道危機 但是諸多非人道的行為 為什麼 何以置之 難道這一切都不是因為俄羅斯嗎 來 玉書老師 但是呢 難民的言行跟他們的表情之中呢 我們還可以找到許多人性的善良 基輔的許多平房或是公寓呢 都被砲擊 結果呢 只剩下媽媽跟兩個小女孩呢 躲在什麼地方 然後小孩子終於睡著了 躲在地窖之中 你看到這樣的畫面 你不會覺得非常非常的難過 原來戰火離我們這麼近嗎 但是也有人苦中作熱 雖然所有的房子都被炸毀了 那這可能是一個 情意非常好的鋼琴師 他現場正在彈奏 烏克蘭當地的民謠 用這樣的方法把影片上傳到 社群團體之中盡一份力量 讓全世界看到 烏克蘭的抵抗意志 毅然不決 這個畫面非常非常的難過 東正教的教堂 基本上是烏克蘭也是俄羅斯民眾 信仰的這個中心 但是他們在舉辦什麼 一場告別的彌沙 躺在棺材裡面 是他們的子弟兵已經陣亡了 所有人既為他的離去感到難過 同時也為他的英勇保國的行為 感到派服 通過這些難民的畫面 我們要加一個很親愛的結論 無焉銷的戰爭 早在整個俄羅斯和平時期 就已經剛才啟動 兩個很重要個案 銳實力 現在台灣都了解什麼意思 叫戒選吧 過去發動網軍跟駭客攻擊 是在什麼國家呢 波羅的海三小國 特別是愛撒尼亞 這就是過去 他們演練網軍駭客 介入人家投票的模式 用電子來做票 另外一個是我昨天有說的 美國的佛蒙特州的電廠 2016年受到攻擊 誰做的 俄羅斯的網軍做的 所以看看今天 烏克蘭想想看台灣的處境是什麼 不論是我們的基礎設施 或是台電 一天被人家網攻五百萬次 一場無煙燒的戰爭呢 已經發生 國人朋友 俄烏烏交戰還在持續當中 台灣也加大了援助的一個力道 讓你來看 這是今天的畫面 因為除了第一波開力的捐款專戶 累積到現在呢 善款已經超過了六億元 那麼第二波外交部 將會針對收容 就是烏克蘭難民的國家們 分別捐贈波蘭斯洛伐克 包括匈牙利等五個國家 總共有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 大約新臺幣有三億兩千兩百萬元 另外在俄羅斯 將臺灣列入不友善國家 其實外交部長吳釗燮今天 除了說自豪之外 他也說這代表臺灣 跟這些民主國家理念是一樣的 非常謝謝各位 持續鎖定新臺灣加油 不過新聞最後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為這兩天 我們看到怪怪的電力非常頻繁 怪怪的倉儲工廠的大火 也燒得好旺喔 上億元的一個設備 最先進的設備 就突然之間接二連三 不斷的一個發生 今天告訴大家 小鳥悟觸了 在台電的男子便電所 這一個潰線跳脫 是因為小鳥悟觸了 包括在大社 包括燕巢有兩千戶停電 說是可能是 這裡頭五一七啊 是不是 剛剛提到是小鳥 然後基隆的部分 要告訴大家 基隆清晨在昨天 有七間多物停電 田下公是松鼠 偶觸造成短路 好 不管是有人去撿 這個纜線 導致桃園的國際機場 的第二航下盪了 或者是松鼠 或者是所謂的小鳥 因為今天國民黨立法委員 動怒了 王美花說 因為有一些地方 的確便電所所在的位置 是處於鄉下 他說你怎麼可以 侮辱鄉下呢 國民黨立法委員又動怒了 鄉下是怎麼樣 鄉下有時候過得 比你們都市人的生活 過得還更好呢 謝謝各位持續鎖定 新台灣家裡 我們再會